LUFI的化妆小撇步教师 哈啰 大家好 今天的影片是LUFI的化妆小撇步教师 大家有没有发现说很多网美啊 或是美妆部落客呢 介绍啊很多眼线液啊眼线胶笔啊 都非常的防水好用 但是自己买回来画就好像不是这样 然后呢我发现其实市面上呢 会暈染的眼线产品已经很少了 少之又少 如果还有这样的产品呢 在市面上呢拜托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一下 告知大家不要踩雷 还有请厂商马上停产谢谢 所以我一直以为说 大家对于眼线应该比较没有什么问题 直到呢有一些小船员密博之后 我才发现原来画眼线对大家来讲呢 是一件有一点点就是困难上的问题 所以我决定呢就是 把我自己平常画眼线的小撇步跟大家讲 那如果呢你想知道说 我到底是怎么画出防水防油的眼线 那你就继续看下去吧 go 那首先呢画眼皮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绝对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至胜的关键 就是你的眼皮的必须要干燥 很多人可能上完粉底液或是气垫啊 就直接就是画眼线了 那我一定会在我眼皮上呢 少上少量的蜜粉 那主要看你眼皮的特性 那如果你眼皮特别会出油 请你扫上会控油的蜜粉 用小刷子轻点这样扫上去之后呢 你再来开始画眼影的部分 那如果你没有要画眼影 直接画眼线也是可以 因为你的眼皮已经呈现一个干燥的状态了 那粉底液它本身里面都是有油脂类的东西 它呢会就是还是会让你的眼皮呢大出油 挂眼线的位置也是极度的重要 我们的眼睛这边都会有一个勾 一个凹槽 对不对 我发现有人会把眼尾的眼线呢 画在这个 呃 眼尾这个勾的凹槽 有没有看到我的勾的凹槽其实很明显 我跟你讲 这是一个大错误大地雷 绝对不能画在这个凹槽 因为你看啊 你眼睛一臂一扎一臂一扎 它就会在这边产生一个摩擦 所以你不管用一个多防水防晕的 你只要经过这样子不断的摩擦 然后加上你整个妆呢可能又出油又不控油 这样子在防油在防水的眼线呢都会被你戳掉 那我想要画一个平平的眼线我该怎么办 我不是就是要照这个勾来画吗 nonono 绝对不是这样子 我跟你们讲 我今天来释放一个比较平一点的眼线 你们就知道我这个眼线到底是怎么接的 首先呢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眼睛的根部呢是这样子拉过来的对不对 那它就是照这个勾拉过来 所以我们要制造一个假的勾 你就可以到快要到这个勾的地方的时候 请你这样子 平平的 拉一条脚 假的勾出来 这样子是不是看起来你的眼线就是这样子顺顺的下来 而不是这样子到这个勾 你自己呢 这样子平平的 去拉它 但是你不要往你的勾下去拉 你要到一个自己眼尾流大概 0.5公分的位置的时候呢 开始顺着这样子的线去拉它 你就拉出一个很平的一个很温顺的一个眼线 我留了一个空隙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所以呢 画眼线的位置呢 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我发现大家就是其实呢 光看着美妆布洛克画 然后呢 不太知道自己需要画的位置是在哪 所以我才特别做了这一篇影片 然后呢 我们再来顺着你的眼尾 顺着你的眼尾这个点 就刚好勾的这个位置 请你轻轻的拉一条线 这样是不是就形成一个三角形的区域 然后去把它填满 这样你的眼尾是不是就拉了一个平平的线条出来 那呢 我会自己再去修整一下 譬如说 因为我眼尾习惯拉比较长 这样拉出来的眼线眼尾呢 就非常的漂亮 有没有也不会有那种猫眼的感觉 然后呢 我再来从眼头的地方开始画 那你要画那种 韩细的比较韩细一点的眼线呢 你就只要画眼睛的根部就好了 很多人呢 就是会画到这个 里面白白的这一条线 有没有 no 你位置画在那你也是会晕 这个白白的那条线呢 就是会跟你上下的这个白线呢 扎眼 速度摩擦 所以你只要画在你的睫毛的根部就好了 自己就是点在睫毛的根部 中段是这样子画的 然后再跟你后面的眼尾去做一个连接 就有一个浓郁 但是呢不会太粗的眼线 在这边 在哪里 你不太用吗 你不太用吗 你不太用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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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